你知道曾益可吗 没有 你知道快女吗 没有 回家看一下好不好 你跟他有异曲同工之处 在你多三方面 都是绵阳阴 OK 非常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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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 谢谢你来参赞 来来来来 来来来 现在有请下一个组合 现在在场上分配着 淡江室友亲和刘卓 他们都是 你的主流 你这支那么多 对 你这支 많이裂 使勿惨一生就证出 你说什么 你这支那么多 你的主流 你这支铁 你这支我的 eye 这是个大冬 什么叫兵无法 什么叫兵无法 哇 会跳舞的人呢 站在这气质就是不同 你觉得吗 你看他都一下就涨高了 会跳舞的就是这个样子 随时可以涨高高 来 你们三个谁先冲 好 凡江 来 预备 大家一起上 哇 有舞蹈功底的就是 他的绰号叫做光头 因为刚开始跳舞的时候 他是一个光头 他现在呢 这个因为这个舞跳得 特别特别的棒 这个光头表也叫响了 所以说 虽然现在还有一头秀发 可是他以为叫他的绰号 我来看看他的成绩是 四十一秒 喂 你可以醒了 四十一秒 哇 大家一起上 刘卓是一位绝世街舞老师 他从六岁的时候就开始学现代舞了 左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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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左 角落 好 拿到球 我先听 因为在望远镜当中 哇 不错 因为在望远镜当中 看什么样的事物 都会离自己特别的近 所以有很多的时候 因为镜掌握不好距离 戴上望远镜之后 反而很难射 很难踢的进去 刘卓呢 曾经呢 在2007年獲得了全国 动感一代街舞的第三名 所以难怪刚才看到他叫街舞 特别有感染力 所以其实跳舞的人呢 最开心的事情就是他的舞蹈 能够给大家带来快乐 所以今天他在参赛的目的呢 也是这个样子 希望呢